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日本文化中有职人一词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知名的特技车手安倍优 他最擅长骑的机车翘孤轮 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 还曾经创下以机车单轮行驶 超过13小时又18分钟的世界记录 2021年旅居台湾8年的他 在海拔2000多公尺的武林农场 挑战以双脚站在龙头上 翘孤轮绕行的机车特技 希望带着世人一览台湾山林美景 看见这片土地的美好 我的梦是 自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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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 自分的理想 就不必要是 自分的办公室 增加我 我们真的有点 我希望 在山枕 上山脚站在我 大街上 最高海拔2200公尺的武林农场 蜿蜒陡峭的地形 吸引不少车手前来征服极限 挑战难以碰触的梦想 急促的引擎声跨破山谷间的宁静 宛如战事出征前的号角响起 只见一名摩托车骑士 孤轮快速运行 身体腾空划出优美线条 仿佛拥有一对隐形的翅膀 他是人称孤轮王的日籍特级车手 安倍优 大家好 我是阿部莎沙鲁 现在是世界纪录公司 现在是台湾的表演活动 进 jobs 自个人的想象 运统呢 annhet 手后终认 毕业 诚心 隐风奔驰 翘孤轮挑战是人眼中的不可能 是安倍优穷尽一生追寻的目标 2017年 安倍优在日本穿口环状赛车场 完成一项惊人之举 单轮连续行驶13小时 18分钟又23秒 从里程超过500公里 成功打破世界纪录 即便拥有世界纪录保持人的美名 安倍优人不轻易满足 这次他锁定被南湖大山及雪山环绕的台中环山部落 以台湾作为梦想 新的起点 有了眼前这片绝景 当然还得要有绝技相称 但翩翩山顶的枪峰却一再搅局 翔孤轮就像是走钢索身体每一寸肌肉都得出力 才能抵抗地心引力保持平衡 多年苦殿下来安倍优练出无法治愈的腰伤 用肉体催练出绝美技艺 为了这项独门交试 安倍优近两年来 已经练习超过40万次 跌倒的次数更是不计其数 在安倍优就像是个冲锋陷阵的骑士 每跌倒一次就告诉自己 站起来再拼一次 从爱机车 玩机车 到立下志愿苦练成为孤伦特技职人 安倍优在中国及香港等地的国际特技机车界早已小有名气 而台湾精湛的机车工艺 也让他注定与这块土地结下不解之缘 对机车疯狂之迷 8年前安倍优决定抛下日本的一切 飘洋过海来到台中展开新生活 不过时间梦想不能只靠坚持 更少不了友情的扶持 我们是在男人的机车百货商场认识的 也就是俗称的沙漏场 台湾店也在这边就对了 台湾店 台湾店也在台湾语 因为我们很喜欢叫老车 老车 老车 老车我们很喜欢老车 对 然后因为我想要买阿索的零件 所以我去台湾店买阿索的零件 然后他遇到 遇到他 然后他也喜欢老车 我也喜欢老车 所以聊天 一次偶然巧遇 让这机车有着共同喜好的何国臣 及安倍优一拍即合 周围被安倍亲力称为铁人的大哥 现在更是他的绝佳拍档 我老婆常常在骂我 你们两个去何欢山去了十次 你们感觉比我还练人的练人 我说我也不得已 安倍就说要去看琴 要去勘察 要去练车 认识他那么久以后 他这个怎么讲 他练了这个技巧 他都有跟我讲过他之前的失败的例子 他觉得他很不甘心 嗯 怎么讲 我的感触很深啊 不好意思 感触深的部分是因为 我没遇过这么认真 对待一件事情 有被他感动的 真的啊 曾经同甘共苦 如今患难与共 这段难得的跨国友谊 也促使两人并肩完成世界上 前所未有的特技挑战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七点 在海拔两千公尺的武林农场 低温只有摄氏的六七度 而我们今天的挑战者 安倍优已经整装待发 准备来实现他的梦想 2021年1月28日 一场惊险挑战即将展开 现场弥漫着紧张气氛 而原本在一旁 渐进帮忙准备的铁人大哥 忽然献上暖心祝福 这在哪里啊 还是干系起来 辛苦你了 这十个月 我干啥 加油 开始 没事 OK 恥恥 这个最厉害的 什么 牛 牛 太牛了 太牛了 刚好适合 牛很棒 谢谢 谢谢 加油 努力 OK 就看你了 OK 一个大大的拥抱 胜过千言万语 安倍优这次 选定在高山上 完成的高难度动作挑战 不只是特技机车界的世界第一次 更希望透过他的视野 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美好 一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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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山 山 臺灣真誠動人的情感交流 我喜歡的地方 我都喜歡集落 我喜歡原住民的部落 美麗壯過的高山景致 沒有很多東西 沒有很多東西 因為人和人間共產生 有很簡單的生活 催動引擎看遍臺灣無垠的山 遼過的海 一位異鄉人安倍優 從對臺灣完全陌生到鍾情喜愛 跨越2200公里的真摯情誼 用臺灣這片土地最美的風景 讓百折不腦的特技夢想 更加奪目耀眼 機車特技融合臺灣山林美景 也從不同的高度和視野 讓世界看見臺灣的美好 下個單元帶您來看 勇敢寫書 記錄下自己的生命歷程 試之症患者恩哥 如何面對並走出生命中的低谷 稍待一會馬上回到華視新聞雜誌